就是来看 那我们就是用 two pointer 那比如说我们用 right and left 那真正的 result 我们是用 right 减去 left 加 1 然后我们去看哪个是最长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 right 它会变定每一个位置 那变定的时候呢 中间呢然后我们会 assign 一个 i 这个 i 是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的 i 呢就是会来检查 它跟它之前所能组成的 一些字母是不是单词是不是在 forbidden words 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举例子 那么当我们 right 在这个地方时候呢 我们 i 在这里 那么就是看 c 不是 forbidden words 所以我的 right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right 减去 left 就是 right 减去 left 加 1 那就是现在最长的也就是 1 也很直观啊 你看这个就是 1 那走下一步走到这里 right 之后 然后我们 i 就走到 i 走到这个地方 i 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还是检查 你看 i 的位置 b b 不是 forbidden words 但 c b 它是 forbidden words 但是当我们检查 c b 的时候呢 i 呢它是在这个地方 right 我们是看到 c b 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 left 就要往前进一步 left 就变到 i 的下一个位置 那就 left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right 减去 left 加 1 还是等于 1 好 那这个没有变 好 那就是我的 right 再往下走一步 right 走这里 那么 i 重置到 right 的这个位置 那么开始检查 i 的位置 a 它不在 forbidden words 里面 然后 b a 也不在 forbidden words 里面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把整个东西都变利完 就是 i 要检查每个位置啊 就是 i 检查完之后 如果它都不在的话 我们就是 right 减去 left right 减去 left 等于 1 然后加上 1 等于 2 那么这个时候 so far 我们最长的答案是 2 好 那这个时候我 right 再会去到下个位置 那 i 又重置 i 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就又一个个检查 检查它 检查它 然后再检查它 i 检查的时候呢 它就是位置是 就是一直变啊 就是一直往一直往左移 一直检到这里的 检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发现一个字母 在 forbidden word 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right 进去 left 等于 2 right 进去 left 等于 2 加上 1 等于 3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 3 好 我们再往下面走 right 到这个位置 然后 i 又重置到这个位置 我们还是 一样的 我们要把每个位置都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检查到 i 等于 g 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是存在 forbidden word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立马就把 left 移到 i 的下一个位置 也就是我 把 left 跑到这个位置 而且检查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呃 等一下 就检查它已经发现了之后呢 我们就 break 这个情况 我们就不需要再检查这个位置了 我们就好 left 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right 进去 left right 进去 left 等于 等于 1 加上 1 等于 2 2 并不比 3 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 result 就不会发生变化 好 好 我们的 right 走到下一个位置 走到下个位置之后呢 我的 i 又重置 i 又重置呢 还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位置都去检查一下 就是我的 i 会去到这里 然后也会去 也会去到这里 都检查一下 那检查结果之后 发现这里又是一个 forbidden words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 left 又跑到这里 跑到这里之后 然后再检查 right 进去 left 等于 1 然后加上 1 就等于 2 2 又没有比之前的那个最大值大 所以我们这个保值不变 好 这个时候 来 变 right 又到 b 这个位置 i 又重置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 ab 都不在 forbidden words 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left 是不会变的 那么再来算 right 进去 left 加上 1 等于多少 是等于 2 加 1 等于 3 好 那么这个又不变 因为它没有超过之前的最大值 那么这个时候又 right 到 c 这个位置 然后 i 又重置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 他们这4个都不在 forbidden words 里面 所以当我的 i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的 forbidden words 存在 所以我的 left 不会把这变化 那么 right 减去 left 对吧 这个就等于 3 了 加上 1 等于 4 所以 4 比 3 大 所以 update 我的最终 result 那么这个就是我最终 result 一开始就是来试试这个 set set 里面包括所有的 forbidden words 然后呢 n 是 长度 这个 answer 是 result 然后是这两个 pointer 然后我的 right pointer 就一直往 往那个最后一个位置 是移动一个个检查 检查到每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都会 再设置一个 i pointer 那个 i pointer 呢 就是让它往 左边一个个检查 但是 i 要大于等于 left 不要大于那个左边键 然后大于就是 10个位置 因为我们这里编辑条件 就是说 forbidden words 只有10个字 好 那么这里就是说我会 在检查 当 i 编辑的时候 它那个位置 是不是在 forbidden words 里面 如果是的 我的 left 就跑到下个位置 然后立马去 break 然后在这样子每一次呢 就去算它最 最长那个值 然后来 update 这个 answer 然后 return 这个 answer